好這個所有這個郭昭妍的FB跟很喜歡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藝人郭昭妍 那剛剛我就有預告了說 現在土包子跟包子正夯 這個政治上也要講到包子 這個電影藝術文化也講到包子 那這個包子是在跟我們現在同是非常熱門的話題的 那可是包子也真的很好吃啊 好吃的包子真的會讓人家回落無窮 那我想這個今天這個我的忠贈萬華風景美食 這個要帶你來到一個好的地方 告訴你哪裡有好吃的包子 你看我這邊旁邊人潮很多 這邊就在西門町的附近 西門町的這個附近有一個宿主是在 昆明街184號之一的 看一下上面 184-2號 這個紅藝 紅藝水晶餃 紅藝水晶餃 其實很奇怪 紅藝水晶餃 那跟包子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們最早開始又賣包子 又賣水晶餃 那為什麼今天要帶你來到這個包子 因為很多包子有肉包啦 有菜包對不對 那它的包子裡面還加上了蛋黃 蛋黃喔 所以它的蛋黃肉包是很好吃的 當然水晶餃也很好吃 那我們就一一來跟大家介紹 看一下我右手邊的 這個老闆你看 看看這個名稱 紅藝水晶餃 老闆你好 你好 老闆 這個你們家朋友們的就是這個 蛋黃肉包 還有這個水晶餃 那因為現在包子正航 教授在講包子的問題 那我們就想來找好吃的包子 那你這家包子又多久了 以前我們是屬於第二代 現在傳給我兒子第三代 第三代 那你是從你爸爸那時候就開始 我岳父 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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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只是第三代 第三代 那很久了 已經 我開始做已經 我自己做了四十幾年了 大概有四十二年四十三年 可是 一直都是在這裡還是後 都在這裡 這個地址都沒有改 都沒有改 所以是 一開始 一般人家都是做八包啊 為什麼你還會想要去加個蛋黃呢 蛋黃是 比較透視 因為蛋黃放下去 有加蛋黃 那味道又不一樣 有蛋黃的香氣又不一樣 這 混起來 那香味不一樣 就像我們吃 特別好吃 如果有加蛋黃 跟沒有蛋黃就有差 就有差 對 那不一樣 那不一樣 所以你這邊很熱門的就是 因為你也有肉包嘛 對 然後也有蛋黃肉包 還有香氣包 那我們今天就來嘗嘗 還有水雞腳 水雞腳 水雞腳大家非常喜歡 一般非常喜歡水雞腳 他們吃點心啊 當點心 對 對 當點心 差不多 他們工作差不多 下午兩三點三四點 多 下午茶 就點心 對 這兩個東西都是一個很好當點心的 對不對 對 那你們就是幾點開始營業 我們早上是八點半就有了 那你就很早就要準備這些料 對 要自己包 對 自己包 差不多到晚上就來辦 我們該休息 晚上九點半 時間很長 所以只要想買這個時間來 那有沒有說哪一天放假 只有禮拜天 所以只有禮拜天 其他都沒有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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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那麼多 這個七文廳很多人聲音 應該不錯 以前喔 以前只剩超很多 現在七文廳人少比較少 人少比較少 可能因為他們有很多的東西 就分散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你的這個 先看大文肉包 再來看什麼比較好 那你的大文肉包先給我們 你擠幾顆 都很好吃 對 我們先 因為我們直播就是要先試吃給大家看 然後再來 還不太好 喔 正在蒸是不是 對 正在蒸 暖和的齁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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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水晶腳是先好的是不是 對 要不然我們先來試一個 你看一下 這個水晶腳 這個水晶腳 有點像 我們 肉圓 對 有點像 但是 不像 內容 那這個也可不可以拿來 這是用蒸的是不是 對 那他還要炸也可以 就對了是不是 炸不用 他就不用 煮湯 喔 你就是像那個火鍋料的一種 原焦湯麵 你看一下 這個一看上面都很多的 這個是肉 肉 肉跟竹筍 肉跟竹筍喔 很燙 很燙耶 等一下我吃一下給你們看 很Q耶 而且你看 他這個料很多 對 滿滿滿的 因為有的水晶腳 他的皮比較厚 但是你這個皮的那個 厚薄度剛剛好 太厚人家就感覺都在吃太白粉 那這樣剛剛好 這是地瓜粉 這是地瓜粉 對 然後上面你看到有很大的 一塊的 那個是豬肉 對 那個不是說 絞肉而已 是真正一塊塊的豬丁 對 豬肉丁 而且很多 而且 這個豬肉還有嚼勁喔 對不對 他是一塊的 他不是那種絞肉的 對不對 他是一塊塊的小肉丁 對不對 真的是一塊塊的喔 然後你看他這個筍子 也都是 欸 這滷的很夠味 這是不是要先滷還是先炒 先炒 先炒 要先炒 對 用炒的齁 你看很夠味喔 你看 很香耶 還有彈性大比例 對 而且 你好像還有放那個油蔥 是不是 對 所以就有那個 油蔥的香味 對 因為一般我們吃 人家做那個 火鍋料的那種水晶餃 它只是都是絞肉對不對 然後也沒有這麼多的 下面油蔥酥 對 你看 這就碎了你看 真的我覺得很好吃耶 不會鹹 剛剛好 而且有滷味 鹹度剛剛好 有那個滷味 重要的是 它這個肉真的是 是一塊一塊的肉 它不是絞肉 對 對不對 真的很有口感 真材實量 你再看一下 而且是滿滿的 皮沒有很厚 皮厚就比較不好吃 對 都感覺在吃皮對不對 所以 這個就是說 你把它煮湯也可以 或者是我不要煮湯 就下午茶 泡茶 配茶 或小點心 這樣子 這樣拿在 這樣吃就很好吃 對 這個其實就不用再沾 什麼醬料 都不用了對不對 都不用沾 不用沾比較原味 喔 不用沾比較原味 那有的它那邊吃東西 都要沾點辣 就要什麼 喔 這個是不要沾 老甜就很好吃 其實這樣比較健康 而且齁 因為這個也很像小肉丸 對不對 那可是有的肉丸 它是要用去炸的 炸的有油炸 有些人怕胖 就比較不要用炸的 對不對 就用蒸的是比較容易 對 所以這個用蒸的就可以了 用蒸的 很方便 而且 在蒸的裡面 他們三個顆度的水 就OK啦 三個顆度的水 就可以了 對 而且我告訴你們齁 這個醬子的大小是 剛剛好 因為 如果你太大了又吃不下 那醬子的話 如果你真的還有一點餓 再吃一個 對不對 對 這樣子剛剛好 對不對 真的非常好吃 你每天要做多少個 也不一定 因為 你的市長喔 不一定 我們有時候 都是每天做 每天做比較新鮮 每天做比較新鮮 沒有厚肉我們就做 沒有厚肉我們就做 你這個肉好像是你雞肉是不是 不是 厚腿肉 對就是吃起來就是有嚼勁 真的不是絞肉 它不是絞肉對不對 真的 所以這個如果人家 要辦那個什麼 自助餐啊 就是那種外 也可以這樣一排 對 他們 有了他們結婚了 他們辦喜宴 也算一道菜 喔是喔 他們算一道菜 就跟你們叫就好了 對很便利啊 或者是人家有時候 辦少食的 什麼茶會的話 對茶會 他們就算一道菜 常常他們來訂 在訂你們會幫他 有一個外帶的盤子 給他們就對了 沒有 他們一定要自助 他要擠混 他一個盤子要擠著 然後他再放上去 對 這樣也很乾淨啊 很好吃啊 對不對 我真的可以跟你們 鄭重推薦 因為像我們很怕胖的人 實在不太喜歡皮太厚 但是這個皮真的是剛剛好 而且不是絞肉 它是真的厚腿肉 對不對 那個選擇的地方也很重要 不然吃起來會澀澀的 對不對 你這個不會 它有嚼勁 對 跟一般的 那種人家 像有一種 我發現那個水豬腳 是有點菱形的 對不對 它那裡面都是絞肉 那裡面也沒有什麼線 對 就是厚厚的皮 對 這個不一樣 對 這個皮很薄 而且真的筍子 也真的是有顆粒的 對不對 現在筍子好貴 真的喔 我們裡面有竹筍 竹筍喔 竹筍喔 尤其冬天時候 那寒流來 它就長不出來 喔 竹筍長不出來 寒流 所以很貴喔 所以有時候 長了一倍兩倍 這樣再長三倍 甚至三倍 我們那時候 冬天我們都不惜代價 不惜代價 因為你要給人家吃好吃的 真材實料 對 所以我們一連四季喔 都是用竹筍 哇 而且真的那是 吃得到那個竹筍 就是竹筍的那種 脆脆的感覺 脆脆的感覺 對 因為有的太爛也不好吃 對 那飯也不好吃 那這個角色買回去的話 沒有馬上吃 就是要放在冷凍庫對不對 冷藏可以放冷藏 放冷藏喔 因為冷藏 如果冷凍的話 它皮比較會累 放冷藏就不會 放冷藏大概一個禮拜都沒問題 喔 就是說我只要放一個禮拜 新鮮素都不會有問題 新鮮素都不會有問題 然後出來的時候再 用蒸的也可以 或者你要煮湯 對 那煮湯也可以啊 它每個出那個火鍋 那它把它丟下去 就像煮火燉的一樣 喔 滾了再放進去 對 開了以後 它都煮熟 它把它先撈起來 放在旁邊 所以你一直腳 火鍋裡面一直腳 它會皮會破掉 喔 有道理 混沌它也是這樣煮 對對對 這個真的很好吃耶 像這樣的話是 一顆就是 這樣一份是 是你要買幾顆都可以 對不對 一個二十四塊 算夠的 算夠的齁 真的也是很好吃啊 講實在話 它真的是 一塊一塊的厚腿肉 而且還不是只有一塊 對不對 那一個水晶餃裡面有蠻多塊的 齁 吃起來就已經覺得很過真價實 齁 對不對 這個是我們的這個水晶餃 對不對 對水晶餃 那包子還沒好齁 包子好了嗎 包子有啊 差不多了齁 那沒關係 我們包子在開好之前 我們再來跟老闆你指教 那你這邊也有就是 南部粽喔 欸南部粽 是平常村友還是 南部粽 我們是 我們南部粽喔 我們是用那個 壓力鍋 壓力鍋煮的喔 它比較Q 喔水種 也不是很爛 水煮的比較爛啊 比較好吃啊 比較爛啊 啊我們用那個 用壓力鍋 一串 每一次只煮一串 一串二十個 這很爛啊 那時候我們是用這個 半工粗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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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這樣 差不多要 要四五十分啦 喔 水開了以後大概四五分 所以它那邊 然後比較有攤線 很Q 喔因為如果太 煮太久 也會爛爛泡 對對對 用水煮的比較爛 對 啊我們就是用快鍋 快鍋斷針 那就是啊 比較Q 喔 你看 水很特殊啦 所以你都是用 蘑菇腿肉 蘑菇花肉 都有 所以這個 那這個是像 平常都有 還是說 呃 中午節的時候 都有 平常都有 一天三百六十五天都有 喔 那如果人家覺得好吃 中午節要跟你 叫你們 就另外 預訂喔 因為你們吃 慢工粗細活啦 對不對 對啊 因為如果 一下子太多 沒有跟你預訂也不方便 對對對 好我們來試試看 首先看一下我的手掌 欸這個很 欸看一下齁 這個跟我的手掌這樣大耶 你看到沒 我的手掌喔 對不對 好大好大 喔很漂亮的感覺齁 喔好燙 現在很燙喔 我要準備看看給你們看囉 好燙喔 好燙喔 哇 你看到沒有 這個 這個也是那個 也是後腿肉嘛 對 這個線是 跟水仙腳的線是一樣 跟水仙腳一樣 對 喔你看 好 給你們看 很香齁 看起來就很好吃的感覺齁 欸你看油蔥酥呢 齁 來咬一口給你們看 嗯 嗯 這個皮很好吃 不會像有人家的那種皮 吃起來好像都沒有什麼嚼勁 對不對 我們這個皮喔很特殊啦 嗯 我們這個皮是用老麵做的 喔老麵最好的 古老的方法 不是用現在他們用 他們用 他們用花粉 那個花粉 好像吃下去就 就扁了對不對 對對對 這個粉Q 他這個你看都有那個 你看一層就是很有那種 層次感的感覺有沒有 嗯 因為一般的麵這樣一咬下去就 就扁扁扁扁扁扁的 這個不會齁 老麵 老麵 老麵比較難做 但是我們都是用老麵做的 老麵要發的比較久 對 對 對啊 所以老麵 老麵做的這個包子 而且 你們再給你們再看一下 我跟你講齁 他這個包子真的你看 他是這樣子的 後腿肉 他不是那個那個叫什麼 角肉 因為角肉比較便宜嘛 對不對 後腿肉比較吃得出那個 肉的口感 整塊的 整塊的後腿肉來 喔 可以把我割開 喔這樣子喔 嗯對 然後你們看喔 吃久沒看 好吃對不對 漂亮 八十 嗯 而且 八十還不好 選擇 選擇 吃掉很多 你看喔 喔 大可惜了 等一下 嗯 真的很好吃 然後 他的這個 配上老麵下去吃 還有很多的油蔥酥 嗯 這個就是蛋黃肉巴嘛 對蛋黃肉 蛋黃已經混在裡面了 欸 欸 欸 你們應該吃在這邊 在這裡 你們有吃到就是在這邊 對對對你看 欸 這個很大的蛋黃耶 我吃給你們看喔 嗯 很香 真的你們聞不到 但是真的很香 你這個蛋黃也是吃起來很新鮮啦 對 蛋黃要新鮮吃起來才會有那個香氣 要不然有的吃起來就會變成 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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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這是鴨蛋的蛋黃嗎 對 對 對 很好吃欸 而且 這個跟這個混在一起 就 有那種 好像很少有地方有這種蛋黃肉包 對不對 啊有的很少 就是有的蛋黃的話也很少 不會這麼大一顆 你看他這真的很大一顆啊 而且這才賣幾塊才賣30 一般有蛋黃就會差比較多 但是你還是賣30也真的是齁 對不對 鮮竹筍 豬腿肉 鴨蛋黃 真的你看這麼大 而且老麵就是老麵 吃起來就不一樣 那你這個很特別是 你的那個醬汁已經把那個 那個麵皮齁裡面都 都已經滲透進去 吃起來不會像你的老麵 或者是有的麵皮搭搭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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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老麵齁 現在大概 台北市用老麵做的很少 它就是用花園 花園比較快啊 兩三個小時去啊 我們這個花園 就要花差不多八個小時 喔 喔 那就等於是比較費工啊 對 比較費工 還有控制喔 要控制多好 你控制不好的話 就 就這樣就不要 是不會有那個感覺 技術啊 技術也有關係 那這個產生下去 是你岳父傳給你的 對 喔 所以要一袋一袋傳下去 蛤 我岳父有一種交代我 千萬不能用花粉 喔 他有交代交代 說你一定要透氣整個 一定要用保餡 要保持這個品質 對 保持它的品質啊 它會更有那種香味 麵粉的香味 用一般的發粉 發的快粉 那個就比較沒有那種 自然發酵的那種香味 對不對 對 而且 而且它比較沒有彈性 喔 比較沒有彈性 所以有時候吃起來 我剛剛講的 一咬就 就這樣扁扁 一捏就扁了這樣子 你看 我們有的那個 抱子一這樣一捏就扁了 它還會彈出來了 一言很 離是很內行的 因為這個 這個彈性就 你 假如它是冷的 冷掉 你把它這樣 把它疊在一起 它會凹又動 對啊 你剩下去了 它馬上又 馬上又 又發起來了 又發起來 你看啊 彈性永遠在 喔老闆 那其實這樣子的話 你一天要賣幾個包子啊 幾百個啊 幾百個 哇 真刺的 對 有時候 有時候 價錢比較多啦 別人很好 我告訴你們 這一個吃下去就飽了 對不對 真的是很好吃喔 嗯 老闆還有賣豆漿嗎 有豆漿 豆漿是 豆漿喔 我們還是傳統的 用磨的 你自己磨的 自己磨的 不是 不是他們用泡的 他們有的用泡的 泡的比較小 用那個 我拿一杯 用那個粉喔 用泡的啦 我們就是 用那種 古代做的 他們 摸著米的 就磨了 就要一個磨 磨好還要幾次 粉會 你們這邊有寫是非基因改造 所以大家會很安心喔 因為很多現在 整個大家都會擔心這個問題 現在我們都很注意喔 有那個 有那個 有那個磨的 那個 豆 豆子的感覺 豆香欸 豆香的感覺 因為現在已經有的豆漿 喝起來沒有 豆子的感覺了 對不對 它還有欸 油粉都用泡的比較簡單啊 比較快啊 喔 它沒有用泡的啊 有那種粉 你一定要泡一下 泡一下就好了 那就是加工的嘛 對啊 還要磨好的 還要煮好的 都是 本會功會食的 但是就是吃的會比較 原味比較安心 對 因為你越加工越多的話 吃起來對身體越不好 對不對 齁 真的喔 你看 這樣子也很便宜 二十塊 然後它是那種 真的有豆子的那個 捲衣 對 還有一點點那個 沙沙的 是不是 這個很像喔 是你去看那個 那個豆腐店那個豆漿 是不是 真的 但是有個好處是 有的它的那種 味道到吃起來太乾了 不適大 這個不會 對不對 而且 對 不會太甜 因為現在的人怕胖 吃太甜了 都會怕胖 對 很好很好 那這個也是你 你每天都要磨 對 那這樣孩子 那個豆子要泡八個小時 要泡八個小時喔 冬天一定這樣 夏天會比較快 夏天稍微 都是少個一個小時 你是不是因為 泡要八個小時後 比較能夠泡軟 比較能夠把味道弄出來 泡開 豆子泡開 才磨得出來 那個薑才磨得出來 所以你看他們都是 真材實料之外 他的工都是 可以說古早的工法 那個比較好 非常照顧剛來 對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這麼多年了 居然去第三代 譬如說以前是你爸爸 對 那你爸爸又做了幾年 我爸爸做好幾年了 養我們長大了 喔 養你們長大 那時候也是在這裡嗎 沒有 在家裡 家裡喔 家裡這樣養長大 然後再傳給他 他本來是銀行上班 那他就說你做這個好像 這樣 我也不會講 沒有什麼關係的啦 就我們做老闆這樣 喔 那其實我說我們不要那麼幸福 我從前我就知道很幸福 喔 他就沒關係啦 我們要培養兩個孩子 那 我們就幸福一點好了 可是還好有他接啊 我們才吃得到好吃的包子 所以水晶腳 這個水晶腳也是爸爸那時候傳的嗎 所以那個是從嘉義傳過來的 對 不然現在很少有這個對不對 對 你自己看 你看照一下 你看 他真的這個料很多到 這個都不像有的 對 不像有的都是看到皮而已 沒有看到餡對不對 對 對呀 這真的好吃耶 我要跟你們講一下 這個叫做紅意 他有賣蛋黃肉包 我講實在話 這麼大的一個肉包 而且料這麼多 而且是 後腿肉 真的是這樣子 一塊一塊的 我沒有騙你們 他不是絞肉 是這樣子一塊一塊的 筍子有真的 切著一個丁一個丁的 這個 已經被我吃掉很多了 那個蛋黃喔 這樣一塊30真的是便宜 真的是很 很過真價實 然後他的這個 這個小肉丸 我覺得愛吃肉丸的 千萬不要錯過 水晶餃又比一般的水晶餃好吃 一般真的都是皮 吃起來都是皮 對不對 而且咬下去也都是 那種 絞肉 絞肉又放很多那個粉 他這個沒有放很多粉 對不對 因為現在的老闆 他在做 做這個水晶餃 他的原料會很講究 他稍微看起來不顯 他馬上就做 他很刺激 所以他的東西吃起來大家都很安心 對 對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所以 記得大家 這個是在我們的 昆明街 184-2號 昆明街跟內江街交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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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這個進口的肺基因改造 而且 剛剛講的 那個霸掌 霸掌是 要 這個 一次只做二十顆 不是不是 一次壓力鍋煮的時候 是二十顆 不是那種 很大的大鍋 左鍋煮的會太暖 他因為是 二十顆這樣的壓力鍋煮 所以 有Q感 又軟Q 又軟Q 因為有的軟 就軟了 他因為用這樣子 保持二十顆去煮 就是 又軟又Q 對不對 所以 別忘記了 如果你愛吃包子 愛吃水 豬腳 也喜歡喝 是那種 比較原味的 的豆漿的話 請你來我們的 昆明街一百四十八 一百八十四 一百八十四 再強調一下 昆明街一百八十四 之二號的 紅藝水晶腳 老闆在這裡 老闆娘在這裡 現在已經是第三代 好吃的東西 爆米汁 大家星期六快樂 謝謝 拜拜再見 拜拜